原来呢是只有一只脚踏在人家的门内的话 其实这不算是侵入住宅 但你来看到的去年四月份 台北市的一名张姓民众呢 到大楼的毛姓主委住处要去理论 因为他是侧身站在门口 遭到对方提告说是入侵住宅也被起诉了 但是后来法院审理过程当中 勘验了门口的监视器画面 发现这位张姓民众在当时 是一只脚站在门内 另外一只脚是站在门外 而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 就是两只脚都得要同时踏进去 所以现在就因为只踏了一只脚 不算是侵入住宅 和邻居吵架千万小心 因为台北市张姓男子 跑到邻居毛姓主委住家理论 就遭到控告 因为张姓男子侧身站在大门门槛上 对方认为已经亲门踏户 提告侵入民宅还被起诉 没想到一审判决张姓男子获得无罪 遭到起诉但最后获判无罪的关键 就是张姓民就一只脚就在屋内 但是另一脚还在屋外 两只脚没有同时进入屋内 不算亲入民宅 因此获判无罪 法官担定开业 毛姓主委大门监视器画面 发现张姓男子左脚踩进门内 右脚始终在门外 两只脚没有踩进屋内 这段画面成了无罪的关键 不过提告的毛姓主委不在家 之前对于整件事情也很低调 第一个我们认为说 我们要尊重司法的判决 第二个是整个过程是非对错 也是由法官做最后的定夺 引发两人争论的原因 就是这栋位在台北市东区精华地段的大楼 一楼店面都是向大楼管委会成租 但因为罚单问题 同时都出入摊位的张姓男子 和毛姓主委起了争执 虽然法院判决了 但两人的其他问题还在诉讼阶段 老神伤财又伤了和气 中文新闻解证书 Kin清台北报道